我覺得如果國安部跟軍事局出現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坦白講這問題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我們必須要先界定一件事情 這到底是一個私德的事件 還是一個國安的事件 而且坦白講在軍方裡面 這麼多的所謂情報單位 這樣子的一個互相的爆料跟互鬥 其實坦白講都不是好事情 特別是兩岸現在兵凶站圍 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彼此互鬥的就表示什麼 有人心有不滿 有人心有不滿的時候 想要藉由爆料去鬥別人 那也有可能會做什麼 會把相關的重要的這些群職 洩露出去 對我們的國家安全 其實會造成很大的威脅 所以這幾件事情 我倒認為說 這些事一定要查得清楚 而且要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看剛才那個照片 一般人不會跟著健保卡 做做照相這樣的一個動作 除非是我們COVID的時候 我今天做快篩這樣子照 他們說是網路上你召集 人家要證明你自己是誰 免得亂來 所以要證明有事 證明會不會拿個健保卡 隨身朋友出生年月日什麼 會這樣子嗎 而且坦白講 如果你是軍情局跟情報單位 更要有警覺性 你應該不會去做這種事情才對 因為你很清楚 你自己的執掌 跟你要保護你自己的身份 特別你的父親 又是國防部部長 所以這件事情 如果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大的軍紀問題 表示他明顯的不適任 但是為什麼留下來了 那就像我們目前看到軍方 有很多系統都是這個樣子 包括這個賴清德 之前的這個水護升官 這些部分 有所謂的這個私德的問題 但都因為 都因為 可能跟當局者有關 所以沒有事 但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 我認為經濟一定要完全的去做 那離島的新府案件的狀況也是一樣 觀眾朋友自己去思考一件事 我們沮喪到什麼程度 我們才會去打這個輔導專線 你一定是真的已經到了壓力 非常極大 這個狀況 才會去打這個電話 然後你打這個電話 出現什麼 空號 這對這些人來說 這叫二次傷害 這這就好像我們電影裡面講的 電影裡面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 那個報案的電話有沒有 都是空號 為什麼 就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就你不要 你不要想要反應些什麼 所以今天如果今天兩個離島 都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國防部都用所謂的疏失 來做做這樣子的一個部分的時候 要不就是什麼 要不就是前線跟所謂的新府人員 想要推責 推偉卸責 就不想要接這些案子了 乾脆用一些這個所謂的這些小毛病 告訴大家就是說 對不起 我其實出了一點錯 所以根本都沒有接起來 沒有案子 那要不就是真的是很明白 就告訴大家就是說 有狀況你們自己處理 坦白講 目前現有的這樣的一個制度裡面 我們不會讓你因為新府而立案 那這樣子更是糟糕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坦白講這真的都完全徹查 所以所有的軍事 國防這方面的這些漏洞 特別在兩岸現在 兵收站圍的時候 該整肅就一定要整肅 國軍官兵今天已經十九個了 才第一劑就九個了 如果這個按照這個比例下去 就是很可怕的 馬雲軍就是說呢 國防部這個募兵自棄機人 機程其實是很累的 壓力很大的 那另外是憲兵 憲兵特別是總統府裡面的警官 那多重要啊 鐵位旅啊 那我們現在規定是站二歇六啦 站兩個小時鋼 休息六個小時 那這也不得了 一天等要站三次 對不對 二二二 然後休息這個十八個小時 站六個小時 那他們所以有負荷 後來去查 說沒有負荷 哪有什麼站二歇二 現在根本是這個站二歇二 或是站二歇一耶 站二歇一是很可怕 憲兵執行 你看總統府前面看 要立正這個姿態 就要非常的這個嚴肅的 等等 因為國家整個總統府前面 那站二歇一 一個小時立刻站出來站 所以一天可能站到六班 站二歇二 站二歇一 所以去過證就廖仲化 說你這個造假 你明明要規定你站二歇六 結果你過站二歇二 站二歇一 你還跟我們講說你按照規定